所以聊聊剧 聊聊音乐 还聊你的爱情 爱情 怎么说呢 是一个非常美好 然后永远是给人带来很多幸福 也给人带来很多痛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人生不能没有爱情 我觉得正因为有了爱情 我们的人生才这么美好 我们的青春才那么丰富 所以我希望我的青春期一直延续 就是因为有爱情的陪伴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跟那个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 那马小军似的 骑一个自行车大汗淋漓的 今天去这儿 明天去那儿 然后跟这个男朋友去看一个什么展览 跟那个男朋友去什么 当然是不同的阶段 然后那个 一定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 就是现在说所谓正能量 就让你觉得生活无限美好 然后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好像你会永远浸泡在那样一种情感当中 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 你能理解吗 我想看 你那么认真的 你真理解吗 骑娜会理解 因为每一段感情 你都会觉得是非常美好 而且非常投入的 并不是通常人们意义当中的 或者说所谓什么叫什么花 或者说是怎么样 这个人不从一而终 根本不是那个概念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 在那些文学作品里 在那种音乐里边 其实你在 发散着一种自己的想象 把爱情理想化 然后把生活艺术化 把艺术生活化 就是这个艺术和生活之间 已经难分一个具体的一个界限了 就是在那个十八九岁的 那个年龄段的时候 你觉得 好像生活会永远那么美好 爱情会长相伴 就是那种感觉